今天這一集是來介紹這個工作室 還有一些其他的地方 就是我房間以外的地方 Part1 這是我房間走出來 這邊是一個 就是我哄媽的一個工作區 我哄媽的一個工作區 就是他的電腦 我剛才幫他重灌好 很難用 然後呢 這個是他的Laptop 就是筆記型電腦 這個每個人 他們都不說notebook的 他們都叫lata 然後呢 再來就是他一些雜物 雜物然後印表機啊 電貨什麼 這是雜物箱 看起來很像藏寶箱 其實他是個雜物箱 然後 再來這個東西要特別介紹一下 這個有沒有 哇 看起來很精緻喔 有沒有 中英對照的這個一個峰林 我媽很喜歡峰林 我哄媽很喜歡峰林 不是我媽 我媽在台灣堆 她很漂亮 很可愛 我哄媽她也很可愛 好 這不是重點 然後呢 再來就是這個峰林啊 就是我洪媽她很喜歡 是我送給她的啊 特別送給她的啊 就是 哇 看到她會愛死 然後接下來呢 這很多呢 就是一些雜物啦 雜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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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七雜八 雜七雜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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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些雜物 然後這個這個 為什麼會有手靠在這邊 我也覺得很奇怪 難道 欸美國他們都 比較特別嗎 欸這是鏡子 沒什麼好介紹 這就是鏡廢話 接下來我們往裡面走 欸請 先看到左邊這間 這間呢 是laundry 就是 所謂我們洗衣服的地方啦 有沒有 衣服啦 喔跟你講 這個已經算是 比較乾淨的狀態啦 比較亂的狀態呢 是根本沒有辦法走進來了 然後這個是第二個冰箱 裡面呢很多東西啦 薯條啦 什麼 肉啊 健康 真的是啊 沒辦法 啊亂七八糟 好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這是浴室啦 浴室很小 有沒有 這是一個浴室 每個人的浴室都是這樣 一個簾子 有沒有 然後就可以 然後這個是一些浴巾啊 什麼 什麼 墨魚乳啊之類的 接下來 Of course 浴室當然會有鏡子啦 啊裡面看到這個是誰呢 啊這廢話 這當然就是我啦 不是優太也不是誰 也不是我轟髮 這是我齁 我 看到沒有 頭髮很長 好 這不是重點 接下來呢 這邊 接下來 要介紹呢 這個是馬桶 特別介紹一下 這大概是我這一輩子看過最小的人 這個馬桶啦 有沒有 手一放下去 哇靠 見鬼啦 這根本沒有辦法 有沒有 就是很小你也知道 就是 就是有時候 很大 沒有辦法 上廁所很難過 好 繼續往外面走 接下來呢 回到工作室 看到這個是廚房 有沒有 這什麼看起來很高檔 其實 是個垃圾桶 美國是個很浪費的國家 什麼東西都丟進去 接下來 再一個 這個是冰箱 有沒有